欢迎总统先生同主席女士一道访华 这体现了欧方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 符合我们中欧的共同利益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门关系20周年 我们愿同欧方一道把握好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 全面重启各层级交往 激活各领域互利合作 排除干扰和挑战 为中国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 符入新的动力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今天有细在细丶 和困难的关系 怎么我们领域这些关系会是指定的 为了未来的优秀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不过 中国的仪逐渐和适合 我们在游戏中的游戏 在游戏中的游戏 更加更加固域 更加密切的交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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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在设计的交易 更加密切的交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